陶礼村 陶礼村 陶礼村的事情已经了结 我该回去复命了 二位留步 尚先一路走好 有缘再会 大哥哥 再见 任务完成 先给师父烧个信 让他安心 此次取观摩三宗大笔 机会难得 鱼儿肯定会收获婆多 去看了才知道 希望不会太无聊 下面是赵国吧 好热闹呀 好像在庆祝是吗 我们下去看看 鱼儿 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距离三宗大笔还有些时日 而且我们是去观摩的 又不上场 耽误不了的 不行 男人世界纷乱嘈杂 我们修仙者 三叔公不答应 鱼儿就不走了 那就玩一会儿 那我去啦 来 客人 你来看看吧 都是好东西 来 客人 走 好久没有吃鱼盘葫芦了 我要买十串 哎 鱼儿 哎呀 总算自由了 每次出门都有人保护 憋得我都快喘过气了 哪一个人情历历 谁也别管本小姐 三月起地 这赵国竟有如此地方 地表温度似乎比其他地方高了不少 群山隔绝了外面的烛气 温热的地表 又运化出了特殊的灵器 是个炼丹的好地方 如果血尊真的拿活人心脏炼丹的话 此地倒是绝佳的场所 只是 血尊的气息不像炼丹石 难道另有其人 老夫正准备去找你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儿了 就是你 你杀死了血尊 害老夫失去了活人心脏来源 那就让你 代替炼丹的材料吧 那就让你代替炼丹的材料吧 空明镜的修饰比血尊还强 哈哈哈哈哈哈 炼丹炼 看他就是用活人心脏炼丹的罪魁祸首 快逃 不然会死 想跑 你跑得了吗 你跑得了吗 再去看看 再去看看 告诉王夫 你一个人无缘境的废物 摄影什么本事杀死血尊呢 喂 老家伙 快放开他 这小姐看你就不像好人 嗯 女修仙者 哈哈哈哈 来得正好 阴阳结合 对老夫炼丹更有帮助 糟了 刚才没注意到他的修为 我明镜八重 莽撞了 快走 此与你无关 不要多管闲事 不能见死不救 爹爹给我的离魂剑影服输过激发 应该可以救出他来 我只有一招死 一定要成功 哼 小姑娘 老夫不喜欢浪费时间 这乖乖束手就请你 跟老夫回去练丹吧 哈哈哈哈 放开我 好东西 不凡是臭碗 本来也对女人下手 什么 尝尝本小姐的厉害 这是什么招说 哈哈哈哈 小姑娘花招还不少 我心不痛不掩啊 哼 哼 鱼儿的离婚剑影符被毁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把搜索范围扩大 我就不信找不到她 还是没有一丝气息 看来鱼儿遇到的人境界颇高 鱼儿 鱼儿 你到底在哪里 好疼啊 这是什么地方 我 啊 放心 我们暂时死不了了 这炼丹炉虽不满火源 但当我知道 高温会损耗你我的修为 对他炼丹无意 喂 老东西 我是上官家的人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上官家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上官家 用老夫练成神血人丹 第一命 上官家 什么 你 都怪你 要不是为了救你 本小姐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明明我叫你不要救我 你骗 你别过来 快看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干嘛踢我 遇到你 本小姐这是倒了八辈子也没了 你自己在这里等死吧 往冲出去 为什么真气催动不了了 我也一样 那老东西封住了我们的丹田 咱们现在 就是它砧板上的肉 怎么会这样 好热 那老东西好像夹了一把火 喂 你还好吗 都说了你不要过来 离我远点 咱们